K是率先繞到點的後方 還來到了地窖的部分喔 配合上的是閃光 小鈴 欸 好像被看到了 看到細節 哎呀 右鍵先轟一下 對 先轟一發見面爐 這一發轟的小鈴也嚇到了 所以選擇放去了在點補包點的這個據點 前來的部分是溫斯頓撐不住的情況下 直接跳二樓 再往下跳 Nortalk的右鍵死命了 照著這一個溫斯頓 二樓的部分 難死四平七六 持續的在做輸出 哇 看在這邊單打 很有可能會倒下 哇 輸掉了 對方的刺客沒有人盯的情況下 你如果還在這麼前面的位置 你很容易會被對方給夾掉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脈衝炸彈 哎呦 這一個走位 精湛 躲獲了脈衝炸彈 所以M17還有得打 K4被斷奶 6滴血線 沒有人收他 活到現在 而且等一下還有刀 如果等一下你讓 你讓對方的K4把刀砍了很多人 你一定會超不熟 他6滴血我現在沒有殺掉他 哇 同時收掉 這邊很關鍵 一換一 M17人數還是劣勢 還是劣勢 對 換完之後 重點還是在那個第一波閃光的交火 剛剛如果河上沒有這個大絕會倒下 M17的溫斯頓這邊就還可以撐很久 我們來到的是二樓的部分 銀波屏障開了下去 M17所有的人員都站立在二樓 四邊七六開啟了大絕 哦咦 K4這邊拔刀是卡 撞到了牆壁 哇 卡住上不了二樓喔 錯過了第一個時間這個timing的進場 不過 呃 自己的隊友 HKA A Team跟小玲 都有各帶走對方的一名成員 居然卡好再帶對方的抵抗 而近距離交手 閃光塔閃光 哇 是對一方的閃光 小玲先POP了回溯 Kent 在這個角度 這個距離 脈衝栽彈握在手中 還不出手 等待一個機會 NOTOKE血腺很殘 這邊不能爆甲 哇 這邊是撐不住了 所以選擇丟住了自爆 GINCO先炸掉了 M17的兩名成員 反而是M17 NOTOKE的自爆沒有炸到任何的人 剛最 應該說 他剛是一個想要極限的方式丟自爆 結果沒想到 對方是率先丟這個自爆 對 這一波要出來的話 會進入到一個蠻劣勢的陣型 地形也不是很友善 然後就下瞬間殘屑 這邊K4的話想要做追擊 這邊倒下 拔掉 想要硬凱對方 喔唷 瞬間帶走對方的閃光 對 這是一個光速掌 先砍戰的Shift 一起按 瞬間傷害 超高 直接帶走一個閃光的人命 第二個點 順利導達 威 進距離 哇 瞬間帶走 我覺得M17 在後續的防守 都出現了蠻奇怪的事情 就是 他們的陣型其實都沒有站好 然後不停的被對方的刺客 給包圍 給夾掉 這點其實還蠻詭異的 我們第一個點是 Kent帶走了 Kent被打掉嘛 先手陸修 開大抓後排 可是 後續策略入鏡上面的話 都好像出了一點問題 1-8刀 先躲對方幫過戰 好 星星開大絕作硬托 點上一個5打5的會戰 Kent率先帶掉了兩個角色 OK 自爆 GINCO 蹦 沒有髒的東西 不過稍微逼迫了一下走位 賣通戰爛出手 輪到的是Restia 哇 溫斯頓血腥很殘 馬上開BUB的大絕 把血腥給拉高 NOTOKE帶走了Kent A-Team這一邊 馬上也被對方的D.Va給帶掉了 還是他們剛剛真的是 時間太緊迫了 他們站不好就直接要開打了 他們 策略面的話變成是 M17想快速抓到河上 可是 後續的策略入鏡 真的要去做選擇 又或者是那個寶物技能是留到 要撤隊的時候再開 然後 嘗試再就一波反打 哇 這一波 HKA的優勢還蠻大的喔 可是可惜K4這邊 把刀沒有拿到效果 但是正面部隊的部分是HKA大獲全勝喔 是 Restia帶著寶物技能率先陣亡了 OK 這邊爆甲 人也倒地 M17在多拉多這一張地圖 看起來又被推到第三個點了 小靈脈龍戰爭出手 D.Va倒下 Kent要進去摸摸 他馬上被蠻國塞給Murr掉 一波屏障時時刻是Restia的大絕 不過也來不及 哇 HKA 1分18秒的時間 瞬間直到第三個點 左側高地先出去 他要先打掉二樓的人 哇 可是二樓平台的部分是完全沒有人喔 但是 那時候輔助都在二樓位被對方的原始給限制住 原始這邊是遭到的包俠 哇 被CQB給點掉 差一發很可惜 這邊法拉能不能夠打掉這一個和尚 為自己的人生報仇 可以 沒有問題 正面的部分 Nance遭到對方溫斯頓的電擊 哇 配合上K4的傷害直接倒地 但那個治癒蜘蛛的效果沒有辦法那麼明確 但是Kiyomi在這邊關鍵發揮 M17 閃光會是直接讓Kiyomi來擔當 Kiyomi曾經在受訪的時候說過 Kindu的閃光怎麼可能比我強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閃光的發揮囉 欸 進去 哇 麥通戰爛出手 沒有黏到目標 對 相對的有限制到兩個幅度位的進場 哇 這個Shift點掉了原始 再配合上傷害打掉了芒果仔 來 溫斯頓 在點上 撐不了車 浮起面全部爆裂 HKA這第一個點看起來是要掉的 現在M17這邊比較有優勢 因為畢竟現在HA並沒有雙薄技能可以做使用 近距離火箭彈幕來到了二樓 是造成了一個一換一的效果 哇 和尚被抓到 但是Rustia緊接開啟了一個硬波屏障 這個硬波屏障是捍衛出了和尚的性命 K4右鍵點擊掉了Kent 二樓位的部分 是低靠的溫斯頓 捍衛住了二樓的地盤 NOTOKE點掉了K4 那是CQB這一邊也為自己的K4爆手 打掉了NOTOKE 這是Kiyomi的閃光 Kiyomi的閃光後來持續了再做捍衛 CQB被溫斯頓給抓到 殘血逃脫 看起來這個車子能夠順利推過教堂來到了拱門下方 哇 這一邊應該要上去了 軍靠這個機甲不能爆 爆了就難打了 二樓拔刀 配合上decrown 感覺是可以預期的一件事情 哇 那decrown一上來就直接倒地 哇 這邊沒有DBA的掩護喔 反而是被對方的射線給直接擠殺掉 對 我覺得他上去有點太急了 狀態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下 直接上去套球 是 這段小寶物技能的話 其實會陷入一個狀況 等一下HK也變成是一個殘血流的打法 會不斷地出來 是 哇 這邊是閃光 馬上被對方和尚給套了住之後呢 Kent在做收割人頭的部分 遠距離有安娜的奶線 哇 這邊王力宏的衛藤是丟到了四名其中 四名其中這邊馬上被QMI的麥通戰爛給炸掉 喔 在這裏的部分還沒出手 出來了 對方是兩個輔助喔 他需要的是坦克的幫助 可是坦克在正面卡車完全沒有時間去管這個閃光後面的刺客 你看喔 帶走了KFOR 再開啟了大絕 喔唷唷 被遂了一個正著 很可惜沒有辦法避動到阿嬤 阿嬤這邊順利的逃脫 原始拔刀 Kent這邊砍掉了軍艦 可是因為後排的狀況還是蠻好的喔 而且A team也交出一個大招來做防守 對那看起來HK在這一波是還有得手 還有得手 M17在這一段打的不是這麼的集中 他們的輸出目標跟大絕開的對象都不夠一致 他們沒有一個深處的D.Va了 一樣二樓 想跑Kyomi打到破口 喔可是這邊D.Va找他率先來幫助 喔他盯得很緊喔 沒看到溪流 選擇再來正面 黏到了是D.Va D.Va這邊要爆甲了 小D.Va攀得出來 哇 也是瞬間被收掉 哇 M17在這一波勢如破竹 Kyomi這一波開大 他們沒有D.Va的情況下 哇 這個很難去扛 等一下 就開始好像又見到自己了 合上 合上這個 這個保護丟得很其實 很窄口 A team要追擊浪死 開大絕 可是這個室內窄口讓他跳不高 哇 天花板不停的撞 這個溫斯瑞的天靈蓋一直撞到天花板 有點痛 對 這一段能量也還送給了 喔 賣頭炸彈 送給了NP7 出手倒地 Kyomi閃光表現出色 看他玩閃光好舒服啊 這邊D.Va自爆機甲 沒有抓到東西 原是直接切二樓 想要斷對方的奶線喔 原是要拔刀了嗎 狀態不是那麼的好喔 要進去了 配合上的是溫斯頓 拔刀 哇 所以被CQB也帶掉 對 CQB過來即時就駕 哇 這個溫斯頓吃到奈米強化之後 狀態非常的不錯 剛剛那一波原是拔刀沒有拿到效果 A面C這邊要打下來的話 很難 他也在打贏一波會戰 所以他們必須要做撤隊跟集結了 雖然CQB有一個寶物技能可以就使用了 一樣 會讓D.Va針對Nons的一個士兵器 哇 這邊先倒掉 不太秒 二樓的部分 Nons左鍵在做點擊 對方的D.Va狀態不是這麼的好 有紛亂之助的效果 而且 我們可以看得到 芒果仔的位置其實 跟輔助會站在一起 所以 Kent跟閃光比較難去斷奶 對 很難去針對這個奶客 OK 開大了 這邊 戰術鎖定 直接開啟 這邊 躲過了這個自爆的情況下 溫斯頓趕快過來做限制 97T寫住 逃脫 打掉了一個軍靠其實也值了 這個大絕 小玲一個脈衝炸彈炸掉了Restia 這裡的部分Nons帶走了小玲 和尚把握開啟 要抗KBALL的大絕 KBALL馬上倒地 哇 18在這個時候 開啟了這個野性之怒 不過 人數烈勢能不能 畢東 哇 76能夠順利畢東 漂亮 抵抗這邊緊追對方的安娜 安娜 倒地的是沒有 哇 車子 哇 等一下的話應該是 HKA這邊選圖喔 對 HKA選圖 可以選控制或者是混合地圖 來看一下 HKA 18的一個表現 喔 這段算 最後一場了 兩邊的賽末點 2比2的局勢 目前HKA是刺客陣型 哇 NOTV先帶掉的是 芒果仔 先來到二樓的部分是 M17率先開啟了第一波的進攻 攔截掉你的中蘇地帶 你想要轉點的時候 我直接去一波灌到你的 河上位 HKA還可以靠基本功打贏這一波團戰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一樣的攔截點位 只是 喔 這邊先上去 威斯根是遭受到 DBA的保護 威斯根一上去是沒有太好的目標喔 因為 HKA所有的坦克都來到這個二樓的部分 就是確保你不要跳過來 那麼 看起來M17現在陣型有點亂了 A-Team率先跳躍打掉了Restia 這邊是一個SHIT配合上普攻帶走了和尚 但是Kent在這裡的部分也帶走了蠻果仔 我打到我的局勢 那邊想要是丟掉了溫斯論山上 溫斯論這邊是遭受到的是 血線很殘喔 直接被帶走 哇 安套奶先跟不及這個傷害 但是Kent的脈衝戰鬥還握在手中 先點到的是對方的DBA DBA中的機甲自爆爆裂 這邊脈衝戰鬥握在手中的情況下 要丟嗎 還是先Hold住 因為目前點傷看起來局勢有一點混亂 不過兩個刺客 都不是閃光好用脈衝戰鬥黏到的對象 不幾切奶不起 不幾切奶 呃...你們這邊有出和尚加安奈 可是在和尚倒的情況下的話 安奈一個人奶 有點太... 有什麼說 被DBA的一個右鍵給造出 對對對 你的保護要丟得很即死 對 這邊保護 保護下了 沒有倒任何一名成員 還可以接受 對 不然的話這邊卡狗門會很危險 OK 這邊保護 兩邊保護都下了情況下 哇 K-BOL在這個位置被帶掉 DKA這邊是一個擊殺 小迪斯UQ各帶著M17的一名成員 M17這一邊就拆倒下 只剩下一個安奈在奶線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的部分是軍靠 這一邊是點掉了NOCO的機甲 那DKA是一個奈米溫斯頓 憤怒 哇 這一邊是溫斯頓 可是正面是全島人數烈勢 溫斯頓被迫撤退唷 這一邊M17卡狗門沒有卡好 儘管是有抗掉對方的一個原始的大絕 還是不夠 脈衝炸彈位在手中 Kent進去 他這個進場其實很慢 很像慢動作 但是都不貿然出手 我打得很沉穩 這個準心 就是慢慢的黏在對方的身體身上 成功防守了嗎 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側翼的部分是A-Team 帶走了NOCO NOCO這邊是被攔截掉了 自己一個人直接被帶掉 隊友馬上來報仇 那樣是帶走了A-Team 閃光POP的回溯 做撤退 這一邊 K4 原始帶走了Restia Kent賣通戰彈 什麼時候才要出手 我很好奇 因為他再不出手 隊友就要死光啦 哇這邊慢慢的出手 哇 Kyomi這邊是直接射掉了K4 這邊很關鍵喔 非常的關鍵 這邊正面部分 原始把刀 這邊是拿到的是Restia的大絕 Restia這邊開啟了大絕 Kyomi還沒開 但是Kyomi已經很殘 你背部開啟了自己的大絕 這個雙保護其實是在 分別的不同的技能對決之下開啟的 所以會戰拉得很長 但是HKA的保護比較晚下 代表他們的會戰比較有優勢 血線就是比你多一些 那情況下帶走了ABC的兩名成員 Kent這邊是打掉了全靠 但是目前的局勢是4打5 小鈴殺掉Restia 可以不再殺Dcrown的 這個局勢只剩下Kent 以及Diva No talk了 都是一個爆炸 爆裂 倒地 Kent也倒地 第二點看起來HKA可以順利倒打 沒有問題 欸HKA這邊打得漂亮 好樣子喔 你保護技能沒有了 才來做開戰 可是這邊路西又拉得很快喔 瞬間把自己的隊友帶到後射 哇今天又來了 魔鬼仔一個又漂亮的右鍵 又來了 欸欸欸欸欸這邊 喔 這個保護保了太漂亮 這個右鍵直接保了這個姓名 還讓Dcrown出現斷層 Dcrown這邊還沒死 真的是 不太可忌的追擊 對對對 這個保護太漂亮了 HKA的細節就是這樣 我河上被追 我CQP做保護 你Dcrown直接出現斷層 你現在是被孤立的 我再收你 然後再處理你正面 這就是HKA 哇我這邊雙保護同時都好了 等一下要來個世界大戰囉 哇K4把刀先墮 有Nance AV7的保護現在來不及保護住自己的人 而且 AV7的兩個保護是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交 HKA也是 握手之支好像沒有出現太大的落差 這一個字棒NOTUK 稍微減緩了一下AV7的壓力 Dcrown在這邊轉補給線 不過正面部隊要爆炸了 趕快回來救駕 哇 Nance這邊是復活出來 不過NOTUK倒地 哇 我會順順再踏了進去 想要墊人喔 這邊可以開大絕 可以開大絕檔 這邊有看到人 那要跳正面了 只有右邊沒有人出來 跳正面跳正面 再開大絕 這邊都差不多了喔 哇 兩邊的營運戰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K1會血腥很殘 馬上被打掉 小林再炸Dcrown 4打6的局次 這邊 Kent也倒地 3打6 人員是再把刀 Nance帶走了K4 再砍對方CQE 但是直接被曼國仔給收掉 有沒有人可以踏Overtime 踏車沒有人 HKA順利到達第三個點 這個二樓區會戰的處理 一樣是先來到二樓 這邊要進口會找到對方的 後方漂亮 小林 重點是第一段的奶瓶砸到了浪子 然後後續 小林是來一個收頭 從屁股來的小林 被打在這邊的僵局其實有個很單純 而且很直觀的破解方式 就是我閃光去搖你閃光 我們來做單打 我打贏你 我們這邊就進去了 我打輸你 我們再塵頭 OK Kent打掉了 差不多了 這邊應該是可以有一個破口 拔刀開剁 這邊直接砍掉的是蠻國仔 抵抗了再打掉CQB 點上的營運面是HKA的劣勢 KBALL在一個遠處開啟三處鎖定 但是被TBALL造了一個陣著 右鍵在一個槍鍋 直接帶走了Kent 今天第三次 對 KBALL的 我覺得KBALL的4-7-6 總是會讓我感到驚艷 好 後面有一個會戰A定 這邊血量非常的慘喔 剛開啟的已經遵循的話 這邊狀況好像不太好 再穩定 後續人員補上 MVC這邊數量比較多 這邊超凡路陣做拖延喔 這個超凡路陣的拖延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給予太大的幫助 我覺得他還不如扣著打第二段 因為第一個點理論上你扛不太住了 真的扛不太住了 好 最後 金靠差一點點可以繼續吃飽 可是這邊點上是一個5-6的局面 少了10-7-6的發揮喔 人數一定劣勢的局勢 而且對方的營運面都架起來的情況下 其實你很難打得贏 對 除非你的閃光可能有個賣衝炸彈1炸3之類的 我們看一下MVC跟HKA這場的對決 第一個點的這個結果 目前HKA還在做拖延 哇這邊NOTO被迫開啟了自爆 嗚呦這個盾順爆的情況下炸掉了對方小鈴以及A-Team 這個很尷尬 因為他剛剛就是插了9度 那這邊人全部死光了 這邊人會全部死光 對 我覺得死光還比較好 因為表朗就比較能量 你跟炸死還比...被對方殺死好 對 對不對 哇就被炸死好尷尬 沒事 現場拔刀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這一波一刀兩刀沒有砍到目標 這邊喪失DASH的情況下 隊友幫助Kent收掉蠻果仔 讓NOTO再多了一個DASH的情況下呢 收掉了對方的CQP 再回頭DASH 要來追擊對方的後白 但是這邊是受到的是自己本身可上的保護 這一波前吃MVC交了大絕 總共交了兩個小鈴一手 帶走的K-Pone 但是這邊開拖點 但是這邊開拖點 我有點懷疑就是 有意義嗎 OK5打6了 這邊5打6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處理 除非閃光能有效的炸到一個 那是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對 短暫的5打6 MVC並沒有殺到人 所以 還能打 好這邊 金靠 拖遠了很多時間喔 反正這邊還有個自爆可以做拖點 那是還有機會的 對 OK NARS帶走了小鈴 金靠炸掉的是Kiyomi 但是NOTO這邊也開啟了一個自爆 這個自爆沒有炸到太多的東西嗎 有 有炸掉金靠的機甲 Kent再帶K4 哇 這一波 我們看一下那是A-Team的溫斯頓 吃到了奈米強化 不過A-Team完全不管他 先收你後排 收得漂亮 你再慢慢料理這個溫斯頓 就是這個樣子 哇 你想想看 如果這一波會戰 溫斯頓有大絕 差多少 真的差多少 對 對 因為剛剛那邊真的是小招打小招 喔 保護下了 這邊拔刀 哇 哇 桃皮QB保得很漂亮欸 他又保了一個4-7-6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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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麥松戰爛出手 哇 這邊是極限壓血之後呢 在開啟這個大絕 是拖了一段時間 欸 NOTO你其實可以 怎麼有人摔死了 NOTO其實他選擇自殺 是 雖說極火的傷害不足啊 但是由於這邊帶的是 4-7-6 這三個刺客進去竟然沒有殺到這個4-7-6 超虧 真的很可惜 超虧超虧 麥松戰爛 黏到了 黏得漂亮 哇 芒果實在反應很快 他也想要貼身去撞這個Kent NOTO NOTO把刀砍掉了對方的情況下 這邊 要回頭了嗎 保護下去 這個保護下去 是墊墊的MAC 這波跪戰一定可以勝利 那麼 溫斯頓也倒地 OK 要打營運面了 這邊這樣也沒有人要出來 OK 左邊閃光 右邊滴吧 有大車 有大車 這邊 27秒 的時間之內 你要 喔 這邊有人被推下去了 好 推20秒鐘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A-Team換出了一個小美 對這個小美也出來 K-O-Me點掉了對方的小林 這邊很關鍵 A-Team的小美 POP的冰箱 在這邊拖延時間 K-POP倒地 這個小美看起來也要死了 哇 這邊開一個冰箱 沒有辦法卡的 哇 他們不選擇上2樓了 先看一下對方 星星的位置 慢慢看慢慢看 那一樓星星看到了 對 欸 現在小林的位置其實還蠻後側的 這邊他2樓 抓到對方的刺客 只是 現在這一邊是 他卡住了Kent的輸出 Kent這邊無法做輸出 D-Call在這個位置 是喪失了諾托克的保護 D-Call很有可能會倒下嗎 沒有 是對方的 被灑到粉了 K-O-Me這邊關鍵生化 手榴彈 讓A-Team給倒下了 6打5的橘子 目前 HKA 勢必得拉掉 K-O-Me快有奈米強化了 這波很有可能可以打出一個破口 賣衝炸彈 有了 D-Call這邊 哇 造得漂亮 哇 這波直接上去 硬吃 我們來看一下這波會有一個什麼樣的 K-O-Me大局快要好了 這邊 奈米強化可以直接POP出去 看他要給誰 溫斯頓可以給 然後奈米強化也交了出去的情況下 小靈在點上跟對方的NOTOGUE做單打 把那邊給帶掉 然後 浪死再一個SHIFT 帶走了對方的芒果仔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一邊奈米強化出手 哇 一波傷害全部灌到HKA的所有成員 剩下一個溫斯頓也倒地 Overtime 沒有人踏點 成功防守 漂亮 這邊則是派閃光來保護這家溫斯頓 喔 溫斯頓上去 馬上要被擊火了嗎 這邊分刃出套列了溫斯頓的身上 可是18這邊是吃到安娜的奶線 把血硬是奶了起來還沒倒下 那看起來 這一波還有得打 這個安娜沒有人處理嗎 哇 這邊奈米強化一旦擠好中 對對對 他要好了 這個好處還不得了喔 這個營運面太漂亮了喔 直接給喔 直接給喔 98 99 給了給了 欸 99 給了給了給了 這邊 太遠了 還不給 還在等 直接給 給給了 這邊奈米強化18 直接上去 哇 Kent打掉了軍靠的機甲 但是Kent在一個派要炸掉 賣衝炸彈連炸都有兩名成員喔 但是 18在此時此刻 開啟了大絕 捍衛出自己點上 這一個據點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波小靈也是 反身收掉了 M17的兩名成員 看起來Kent的賣衝炸彈 不足以幫助到 M17拿到這場比賽的勝利 我們要進入到 控制地圖了 控制地圖 控制地圖 沒有人天天在過年啦 這個 這個想法之前有被打掉過 就是對方一直繞車衣的部分跟你誤撞 你會直接爆裂 這邊小靈有瞬間抓掉了Kent的位置喔 對 Kent Kent這邊上去POP回溯 二樓部分爆發了一個激烈的會戰 我們可以看得到K4的視角 目前是點擊對方的刺客 不要讓對方的刺客進場 操場很強 目前戰力到的是二樓的部分 DECON直接倒下 DVA沒有跟到 這邊DECON是直接倒了 哇 我總覺得HK這邊是有抓到M17 進場的時間不夠一次的這一塊 然後那直接打掉了星星之後那一波 直接灌 往外面灌 灌過去 然後這一整波都會是HKA的了 對 速率速度再稍微加快一些 就沒問題了 剛剛是在於Kent這邊的路徑 是被小靈給盯到了 所以在最初的進場的時候 回溯交調的瞬間 那反而後續都沒有 重拾進場的一個節奏 一樣要對二樓做襲擊 這邊同步進場 二樓的部分 再跳 好 5點 麥充炸彈出爪 這是一個CC trend 太厲害了 哇 畢咚在牆上 變成那麥充炸彈 欸 結果蠻火仔 怎麼在這個位置 對 這個安娜跑到二樓 好開心 第一看到的溫斯頓在這一波的 大絕 看起來效果 是有出現喔 是畢咚到了Kpop 可惜後續的 秒數的時間內 他沒有做出太多的工作 對 很可惜 那18這一邊 反而是連帶M17的兩名成員 輸出都倒 但是這邊可以做一個 坦克的拖延喔 嗯 拖越久越爽喔 對 這邊拖越久越舒服 來到了是50% Nons受不了拔刀了 這邊直接彈掉了Kpop的右鍵 小林帶走了Restia 小林面對到的是 對方的Nons Nons少收到了18的傷害 而且小林再點掉對方 Kent的閃光 做的事情必須要再更多一些 真的 對 真的真的 因為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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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激烈戰鬥不容許 任何一個人沒有做 沒有做好 甚至是做太少 都不行 你看 這邊戰鬥那麼的激烈 兩邊frag在右上角 不停的互相刷新 Kpop這邊倒下 OK 我們可以看到 河上被針對到 Kiyomi這邊是直接被小林給帶走 小林現在的狀態跟位置還不錯 而且看起來手感寶石的有出來 英國平常開了下去要來拖 其實 打不打得贏嗎 我是疑惑 這邊叫英國平常打得贏嗎 如果打 理論上你打不贏的話 你是不需要交的 但是他們判斷應該是打得贏 所以才交 差一下 差一下 這邊NOTO沒有倒 而且後續的人員直接跟上 他們硬是拖 他們想要在這個Overtime 就直接解決出勝負 其實這個想法還蠻大膽的 抵抗這邊 畢咚KpopKpop倒地 這邊要再跟 跟對方的安娜 安娜這一邊 直接被畢咚的情況下 看起來很慘 也倒了 我覺得剛剛那波 我一直猶豫說你打不打得贏 因為我覺得他們後續的人感上感覺好像又有機會 但是 我覺得理論上不要交比較保險 對 好的 芒果仔有機會是單給溫順一個奈米強化 好 這邊直接給上去 兩邊奈米強化 電對一方的和尚 哇 這個 這邊一個點上的追擊 對 四面七六血線也很殘 也倒了 哇 這邊的局勢對於HK來說 非常非常的友善 哇 Kent 在後續的部分打掉了Kpop 他是最後的希望 Kent 你是最後的希望 最後的一道防線 Kent也倒了 好 還有溫順還在 溫順還在 這邊 要來踏點 現在進去 被吃到的粉了之後 再往前跳躍 然後露西又POP的加速 直接把所有的人都往前拉 DK又被碎到的情況下 直接倒地 Kent是在側翼的部分 四面七六在開啟掃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點上是 哇 這個NOTOKE帶走了小鈴 Nons 直接倒地 哇 這好像進去的右鍵導致自己有個TK障礙 直接倒地 A10在帶走了Keyomi A10現在血線還不錯 銀波頻戰敲了出去之後 NOTOKE這個自爆 沒有照到東西 Kent閃光還在點上座最後的殘存 100滴血 哇 這邊回溯也沒有出來 直接被殺粉帶掉 哇 露西又是鬼來不及 後續的話是浪二追三 打贏了MV7 非常的精采 那我們來看一下小鈴的表現 對張控制組上面 先守對方的露西喔 這段應該是一輪爆發 打掉了Kent 這邊跟得很漂亮 這個準心 哇 真體而言其實 HKA真的是 是後續